男人睁开眼睛 发现身处巨大的方形空间 六个面各有一扇门 他打开门跳了进去 紧紧走了一步 瞬间身体被切成了碎片 胡子男惊恐地探出头 确保没有危险后爬了上来 唤醒了躺在地上的人 突然另一扇门打开 爬进一个女人 小胡子将女人拖进来 抬手就要打 把女人吓到角落蜷缩着 这时又听到隔壁传来求救声 原来是一个小姑娘 胡子男将她拉了进来 小姑娘没站稳 不小心将眼睛摔碎 随后又紧紧靠在墙上不敢动 而他们的头上也爬下了一个老者 胡子男让小姑娘不要激动 那位老者并没有搭理所有人 而是用鞋带将靴子绑住 丢进另一个房间 只见靴子在空中被机关点燃 老者拽回烧焦的鞋子 去打开另一扇门 胡子男让老者停下 召集众人开始分析现状 他让大家回忆如何来到这里 可所有人都没有印象 于是便提议大家一起寻找出口 见小姑娘情绪激动 胡子男说自己是一名警察 会带领大家一起离开 随后让老者扔出靴子试探 靴子落地 没有机关 逃脱专家用靴子试探安全后 大家便开始前进 他们来到一个房间 身边却传来机械运作的声音 老者说声音是有规律的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一次 这时 小姑娘发现 房间的通道刻有奇怪的数字 可不懂他们的含义 一旁的女人说 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 他们最多能坚持三天 并介绍自己是一名医生 老者给了她一枚扭扣 并让她含在嘴里 这样身体便能一直分泌唾液 接着扔出靴子 房间没有反应 代表没有机关 可她闻了闻 拦住想要进去的警察 说这个房间的空气很干燥 代表有生物传感器 只要有生物进入 就会触发陷阱 警察想问老者为什么知道这些 突然认出老者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是一位有名的逃脱大师 曾逃出过七座监狱 听到警察这么说 小姑娘顿时觉得有救了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大师刚跳进房间 便中了陷阱 一股强酸喷射在大师的脸上 接着房门关闭 几人只听到她的悲悯 警察把大师拖进房间 可如此严重的灼伤 医生也无可奈何 大师在众人面前领了盒饭 六个人被困在一座巨型迷宫 这里充满致命的陷阱 而且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 只要走错一步 就会死于非命 连有名的逃脱大师都会中招 众人待在原地不敢动弹 警察注意到所有人的职业 觉得他们不是被随机抓进来的 可小姑娘只是名学生 而另一个男人是个普通上班族 这时 医生抱怨自己的戒指不见了 警察发现 所有人的首饰都被拿走 唯独留下了学生的眼镜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玄机 原来小姑娘主修数学 警察认为通道的数字不简单 于是让她查看 发现只要是有质数的房间 里面就会有陷阱 根据这条规律 他们又顺利通过了几个房间 可遇到了新的难题 一间房只剩下头顶的门可以走 于是 警察爬上去打开房门 却突然掉下来一个人 那人坐起来 不停地用脑子撞着门 医生走近一瞧 发现这人有精神疾病 决定要带上他一起 经过学生的计算 确认了下一个要进入的房间 可警察进入后 却被学生叫住 房间里竟然有陷阱 还好警察及时跳开 但是腿被割伤 疯子一直在嚎叫 医生为警察包扎 让白领男去叫疯子闭嘴 他怀疑白领男是奸行 没有质数的房间却有陷阱 代表之前的规则不再管用 解开裤子撒尿 遭到了其他人的白领 而白领男却笑了起来 警察嫌他没派上任何用场 打开有陷阱的房间让他自杀 白领男被击梦 可警察吵了起来 却不小心说出这里没有出口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看向他 医生走到他面前 质问他怎么知道 白领男见瞒不过去 只好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是一名建筑家 还亲自设计了这座迷宫的外壳 不过他不知道全貌 因为所有参与者只负责很小一部分 警察将白领男揍了一顿 学生从他口中得知了建筑的尺寸 并算出共有17000多个房间 而通道里的数字便是坐标 他们打算走到迷宫边缘 看那里是否出口 眼看就快到达时 却发现挡在前面的房间 四面八方都是陷阱 而靴子只剩蜂子脚上的一只 于是警察提议 穿过下方声控陷阱的房间 这个房间布满了尖刺 只要有任何响动 就会触发机关 将里面的东西穿成筛子 他们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可偏偏还带着一个疯子 总是控制不住地发出声音 警察不想带上他 提议找到出口后再回来救他 遭到医生的反对 白领男也站在医生这边 于是白领男率先试探 三人都紧张看着他 不敢发出一丝动静 他来到门前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机关没有被触发 于是其他人也轮流跟在后面 医生代替白领男留在房间里 确保疯子能够安全到达 可疯子下来时却走错了方向 还被门绊住 医生帮忙把他拉了出来 最后一个轮到警察 就在他来到门口时 疯子却没忍住叫了一声 险些害死警察 他揪起疯子准备揍他 而医生对警察的暴力行径 已经忍无可忍 说警察在搞独裁 警察被激怒 还动手打了他 将自己的丑恶面孔展现无疑 白领男打开门 发现边缘还有一段距离 而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沟壑 于是决定当过去寻找出口 这次轮到医生了 他们用衣服做成绳子 将他缓缓放下去 可医生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这时 房间突然发生猛烈的震动 三人被震倒在地 警察扑了上去 抓住了绳子 一点一点把医生拉回来 就当警察抓住医生的手时 却露出险恶的表情 他松开手 将医生扔了下去 随后向其他人解释 是医生不小心滑落的 见这里够不到边缘 警察提一下到最底层 那里会更容易接触外壳 他们决定休息一下 趁所有人睡着 警察偷偷把女学生 带到另一个房间 还欲对他图谋不轨 这时白领男冲进来 推开的警察 三个人打算合力对付他 但却不是对手 白领男被打懵 剩下二人手无腹肌之力 警察将白领男扔下房间 机关没有触发 但白领男却开始诡异地笑起来 警察下去一看 居然看到逃脱大师的尸体 难道他们一直在兜圈子 女学生不愿意再破解数字 警察也放弃了抵抗 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时白领男发现 强酸陷阱的房间不见了 门后面是外壳 原来 房间是在不停移动的 女学生突然有了灵感 她知道了出口的位置 由于外壳的尺寸 这里最多能容下26个房间 可他们在途中 却发现了27号 只要他们找到27号房间 就可以找到出口 但要定位一个不断移动的点 需要一台电脑 才能完成计算 就在几人一筹莫展时 疯子却给出了答案 原来他是一个数学天才 疯子指示的房间 果然是安全的 白领男称警察通过时 用门卡住他的脖子 然后将他扔进下面的房间 警察晕了过去 三人找到了27号房 疯子打开门 照进一片光明 可白领男却打算留下来 突然 女学生被警察刺死 白领男让疯子逃走 随后冲上去和警察拼命 这时又传来猛烈的震动 房间又要移动了 疯子爬了过去 却被警察抓住衣领 一回头 发现自己也被白领男拖住 房间一动 在墙上划出一道血印 白领男躺在地上 缓缓爬向女学生 而疯子则走向光明